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进行分享都是第162回,五姐,我先接个电话。 乔梁和吴慧文说了一声,接起老三的电话。 老五,在哪呢? 电话那头,老三问道。 你甭管我在哪,有事就说,有屁就放。 乔梁道。 特么的,老子在帮你办事呢,瞧你这态度。 老三骂道。 你帮我办啥事? 乔梁一时没回过神来。 靠,你之前说要查的那家顶员公司啊。 老三无语道。 你有什么新发现? 乔梁神色一动。 你压得,就不能猜一猜吗? 老三笑道,也没再卖关子。 我刚看他跟徐市长还有魏小北一起从酒店包厢里出来。 没看错。 乔梁皱眉道。 几个大活人,我又不是眼睛瞎了,怎么能看错? 老三撇嘴道。 乔梁眉头微拧,道。 行,我知道了,你自个小心点,可别跟漏线了。 洪刚同志对松北现场的人选有不同看法,这是没那么快定下来。 吴惠文看了看乔梁,倒是阳山县的现场,不出意外就是由你推荐的庄家明担任。 乔梁听了,心知吴惠文采纳了他的建议,高兴的同时又有些恼火,因为叶欣怡的事明显是徐洪刚故意从中作梗。 想了想,乔梁道,吴姐,关于松北现场的人选,徐市长可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私心,您大可以直接拍板决定下来。 我要是把所有的人事任命都大包大揽,那洪刚同志会怎么想? 吴惠文微微一笑,我这个一把手也是新官上任,日后也需要洪刚同志配合,不然很多工作是不好开展的, 搞一言堂,终归是不利于班子团结的。 听到吴惠文这么说,乔梁叹了口气,吴姐,您考虑班子团结,可是有些人恐怕不会那么想。 哼,我看你这次调来势力,倒是好得很,正好可以离其他女人远点。 吴倩说道,乔梁听到吴倩这么说,一脸无语,很明智地没有接话茬,否则待会吴倩保准会没完没了。 吴倩见乔梁没接枪,自格也觉得没趣,没再说这个话题,而是说起了正事,乔梁,你之前被枪击的案子破了。 枪手是从国外雇的,没抓到,但已经抓到雇凶杀人的人了。 吴倩说道,是谁?乔梁瞪着眼睛,之前被枪击得莫名其妙,乔梁也想不出到底是谁要她的命,因为她在工作上得罪的人不少,但大多也仅限于工作上的矛盾。 乔梁尾时是想不出谁这么操担,你妈,竟然要她的命,一个你百分百想不到的人。 吴倩道,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是谁。 乔梁催促道,文远,吕倩说出了答案,你说谁?乔梁有些不敢置信,文远,没错,就是她。 吕倩点头道,在乔梁前往阳山时,省大院,关心民这会正利用处理公务的间隙休息,站在窗前。 关心民一边端着茶杯喝茶,一边眺望着远方,让自己的眼睛休息。 此刻,关心民琢磨着楚衡的事,眉头微拧着,寻思着该怎么安排楚衡。 对于楚衡想离开江州,关心民颇有些感到意外,但对方既然跟他提了这个要求。 关心民也不能不予理会,毕竟他对楚衡还是很欣赏的。 至于楚衡想离开江州的原因,关心民猜测可能跟楚衡这次没能当上江州的市长,而有些不得志有关。 既然楚衡有了这种想法,将楚衡调离江州,或许会更好。 只是该把楚衡安排到哪里去? 关心民揉了揉眉心,省里边目前没有合适的空缺,要怎么安排楚衡还真是件头疼的事。 突地,关心民心头一动,原省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常良江调到省社科院担任院长去了。 目前研究室主任一直还空缺着,似乎可以考虑将楚衡调来担任这一职位。 虽然研究室主任的位置相对边缘化,也缺乏实权,但却是实打实地听及正直。 将楚衡调过来的话,也能让楚衡提半格,对楚衡来说,迈上这个台阶很重要,具有深刻而深远的意义。 当然,最主要的是,接下来如果有地式正直的位置空缺出来的话, 可以让楚衡及时去补位。 如果楚衡愿意过来的话,那研究室主任这个职务,是关心民可以直接派版的。 关心民心里想着,转身走回办公桌,拿起桌上的座机给楚衡打过去。 小楚,你说你想换个工作岗位锻炼一下,目前省府这边倒是有个岗位空缺着,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过来。 关心民笑道,关领导,是什么岗位? 楚衡眼神一亮,急切地问道,他没想到他昨晚才跟关心民提了这个事。 关心民这么快就能给他回应,而且还是调到省府去。 默默想了会心事,楚衡目光深邃,虽然已经决定调往省府研究室,但他在江州市这边也不能放弃,必须留下后手。 以徐鸿刚现在刚上任就表现出的贪婪嘴脸来看,他相信徐鸿刚早晚会犯更多致命的错误。 他现在没必要跟徐鸿刚争议时得失,姑且先让徐鸿刚得意着,看对方能够小人得志到什么时候。 什么? 原本靠在后座上的郑山傅一下坐直了身体,目光伶俐,你确定? 郑总,我刚看到他们了,就在路边来着,两个大老爷们,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孙大炮肯定地说道,郑山傅听了,脸色难看到,你之前不是跟我保证说他们肯定会离开吗? 郑总,我的人明明跟踪他们出了城,看到他们的车子往高速方向去了,没想到他们压根没走啊。 孙大炮叫驱道,而且这两人也太差劲了,收钱的时候可是很爽快,满口答应,会走。 谁能想到,他们收了钱竟然没走,没见过这种不讲规矩的。 郑山傅一脸阴沉,喃喃自语道,收了我的钱却敢蒙我,这是把老子当猴耍呢,也不看看阳山是什么地方。 孙大炮见郑山傅动了怒,立刻就到,这俩货简直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郑总,我带人去收拾他们。 孙大炮此刻多少存着将功补过的心思,毕竟这事是他没办好,资格也觉得挺丢人。 郑山傅这次没有拒绝,冷着脸道,你带人把他们带过来见我,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什么来路。 在这阳山的地面上,还没人敢坑我郑山傅的钱。 郑总,您放心,我这就去。 孙大炮忙不迭点头,随即让郑山傅的司机先行停车。 乔良听到声音寻声望去,见是孙大炮,眼睛眯了起来,捅了捅孙勇的胳膊,半开玩笑道,孙勇,看来咱们露馅了。 孙勇也看到了孙大炮,眨了眨眼,咱们收了钱却是没走,这下怕是要麻烦了。 孙勇说着,看了看乔良,也开起了玩笑,咱们现在要不要赶紧上车跑。 既然被对方看到了,咱们怕是跑不了,这阳山可是他们的地盘来着。 乔良笑笑,挥手示意,出租车先离开。 两人说话的功夫,孙大炮已经跑到跟前,指着乔良和孙勇骂道, 混蛋,你们敢骗老子?骗你啥了? 乔良装傻道。 特么的,你压得收了老子的钱,跟我说会离开阳山来着,这就是你说的离开。 孙大炮骂骂咧咧地说着,我是说会离开阳山,但可没说啥时候离开。 乔良笑道,你特么耍我是吧? 孙大炮怒了,瞪着乔良。 哥们别急,我们很快就会离开阳山。 乔良笑呵呵地说道,你当我傻呢,还想骗老子。 孙大炮看着乔良和孙勇,少废话,现在跟我走一趟。 去哪? 孙勇警惕地看着对方。 让你去哪就去啊,屁话那么多干嘛。 孙大炮不耐烦道,我们要是不走呢? 孙勇撇嘴道,走不走可由不得你们,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谁。 孙大炮牛逼哄哄地说着,在这阳山,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寸步难行。 你这么厉害。 乔良戏谑地看着对方。 乔良话音刚落,一辆面包车就在旁边停了下来,那是孙大炮喊来的小混混,阳山县城不大。 孙大炮又在县城混得很开,谁都卖他几分薄面,孙大炮要就近喊人过来很容易,就这么一小会的功夫,孙大炮就吆喝了人过来。 看到自己叫的人到了,孙大炮的底气一下足了起来,他刚刚还真担心乔良和孙勇会跑来着,那样他一个人还真拦不住。 这会人来了,孙大炮连废话都懒得说,指着乔良和孙勇道,把他们带上车,郑老大要见他们。 听到孙大炮的话,孙勇一下戒备起来,朝乔良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这会该怎么办? 乔良示意孙勇稍安勿躁,一边瞅着孙大炮问道,哥们,我们在阳山人生地不熟,哪个郑老大要见我们?你待会去了就知道了。 孙大炮面色不善地盯着乔良,收了郑老大的钱,你们还敢耍他,我们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听到对方的话,乔良和孙勇隐约猜到了对方口中的郑老大是谁。 孙勇不由负到乔良耳旁道,难道我们真跟他们走不成? 怕是会有危险,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通知阳山县局的人过来? 不用,先跟他们过去看看,我倒要看看对方想干什么,这朗朗乾坤的,这帮人还能翻了天不成。 乔良一点不惧。 孙勇听了,似乎还是有些担心,但看乔良如此镇定,孙勇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否则还以为他胆小如鼠呢。 你俩嘀咕啥呢?我告诉你们,别想跑,否则老子打断你们的腿。 孙大炮见乔良和孙勇不知道在嘀咕啥,恶狠狠道。 孙大炮说着,朝身边的几名小混混道,你们愣着干什么,把人给我带上车,郑老大还等着呢? 成交的就办公楼里,郑山副同姚剑通着电话,只听郑山副道,那俩记者还没走,估计会有点小麻烦,不过您放心,这事我能处理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电话那头,姚剑不知道又跟郑山副说了什么,郑山副微微点着头,笑道,姚书记,我有分寸,您放宽心就是。 两人通完电话后,郑山副盯着楼下大门的方向,目光阴致,敢耍他郑山副,简直是不知死活。 乔良和孙勇被带到了郊区的办公楼,两人见到郑山副时,孙勇第一眼就认出,眼前的人正是他这两天在调查的富阳集团的老总郑山副。 孙勇立刻小声同乔良道,他就是富阳集团的老总郑山副。 猜到了,乔良微微点头,两人说着话,郑山副盯着两人,你俩好大的胆子,收了我的钱还敢耍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乔良笑着打哈哈。 误会?郑山副冷笑,现在还跟我打马虎眼呢? 乔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郑山副又问道,你们是省里的记者还是市里的记者? 听到对方这么问,乔良眼珠子转了转,笑道,我们是不是记者很重要吗? 你们要不是记者,我就把你们沉到阳山湖里去。 郑山副一脸音质,你是企业家还是恶霸? 孙勇冷声道,闭嘴,郑总说话,轮得到你顶嘴吗? 孙大炮听到孙勇顶嘴,走上前推了孙勇一下。 我警告你,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孙勇脸色难看到。 哟,口气不小啊,你倒是说说怎么警告我? 孙大炮挑衅地看着孙勇。 大炮,你确定他们真的是记者吗? 郑山副眉头紧拧。 目光在乔梁和孙勇脸上来回瞅着,尤其是看到乔梁时,郑山副隐隐觉得仿佛在哪见过。 郑总,确,确定啊。 孙大炮挠挠头,有些心虚地说着,郑山副这么问,孙大炮还真有点没底。 毕竟乔梁和孙勇并没亲口承认过他们是记者,反倒只是他一厢情愿的那么认为。 郑山副文言挑了挑眉头,又转头看向乔梁和孙勇,你们来阳山干什么?是谁让你们来的? 我们要上哪是我们的自由?郑总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孙勇呛声道。 你们去其他地方我管不着,但这阳山是我的地盘,你们到我这来就得经过我的同意。 郑山副说道。 郑总这话未免太霸道了,这阳山县是阳山人民的阳山,什么时候成了你郑总个人的地盘了? 桥梁淡淡道。 我说是就是,你不服事吧。 郑山副盯着桥梁,我现在懒得跟你们废话,也不想管你们是省里还是市里的记者。 你们既然收了我的钱,那就马上给我滚出阳山,否则我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世上。 郑总,干脆给他们一点教训,否则他们没把您的话放在心上。 一旁的孙大炮摩拳擦掌地说道,他自觉之前没把事办好,在郑山副这边失了面子,所以眼下想做出一点补救。 郑山副微微摇头,他倒是想教训这俩货来着,但他刚刚给姚剑打电话时,姚剑再次叮嘱他。 不能对记者动手,吓唬吓唬也就行了,别把事情搞大,否则郑山副是真想收拾桥梁和孙勇。 这俩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打听打听他郑山副在阳山是什么样的人,竟然敢耍他。 孙大炮看到郑山副的反应,以为郑山副是碍于身份不方便做什么。 不由走到郑山副身旁道,郑总,您现在是成功企业家,这种脏活交给我来做,您先回去,这里交给我就行了,保证帮您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郑总,您放心,我保证把事情办理所了。 孙大炮拍着胸脯道,话说完,孙大炮小心翼翼地看了郑山副一眼,郑总,真不能对他们动手。 不能。 郑山副撇着嘴,这些记者跟苍蝇一样烦人,老子弄死他们的心都有,不过真打了他们,事情反而就麻烦了。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记者是无冕之王,轻易打不得呀。 特么的,这俩货收了钱,还拿咱们当喉耍,不揍他们一顿,真觉得憋屈,这口气咽不下。 孙大炮不甘道。 行了,别再多惹麻烦了,这事是姚书记特意吩咐的,不然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他们。 郑山副同样窝火地说道。 好吧,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孙大炮一听视姚健的吩咐,不敢再有半分质疑。 嗯,我先走了,这边交给你,你注意分寸。 郑山副拍了拍孙大炮的肩膀。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几天心里老觉得不踏实。 姚健叹了口气。 姚书记,可能您太累了,所以产生疲劳的感觉。 郑山副说道,他觉得姚健是心理作用,又道,姚书记,要不我安排一下,您出去旅游一趟。 这时候,哪有心情出去玩。 姚健苦笑了一下,突然心血来潮道,有那两个记者的照片吗?给我瞅瞅。 我平时也没少跟省里市里的宣传系统打交道,说不定我认识。 没有,我让孙大炮拍张照片发过来。 郑山副道。 郑山副说完,给孙大炮打了个电话过去。 很快,郑山副就收到了孙大炮发来的信息,对方拍了张乔良和孙勇的照片发了过来。 姚书记,这就是那两个记者。 郑山副将手机拿到姚健跟前。 姚健接过手机,起先还有点漫不经心的他,看到手机里的桥梁时,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浑身猛地一个哆嗦,书弟一下从躺椅上坐起来,两眼直勾勾瞪着郑山副,声音颤抖道。 这,这就是你说的记者。 是啊。 郑山副下意识地点头。 听到郑山副的回答,姚健一口血险蝎喷出来,老郑,这哪里是记者,这是是纪律部门的人。 啊? 郑山副吓了一跳,姚,姚书记,不是吧? 什么不是,这就是是纪律部门的人。 姚健又惊又怒,指着手机上的桥梁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原松北县县县县县,县是纪律部门厂务副书记桥梁。 啊,他就是之前那个号称是咱们江东省最年轻的现场。 快快,赶紧给孙大炮打电话,让他把人放了,可别整出事来。 姚健着急道,这下完大了。 电话这头,孙大炮见郑山副又打了电话过来,忍不住嘀咕起来,郑山副怎么这么多事,一会一个电话。 心里富匪归富匪,孙大炮也不敢怠慢,赶紧接起郑山副的电话。 大炮,那两个人呢? 郑山副沉声问道,哪两人? 孙大炮眨眨眼,郑总,你是说那两个记者? 记个屁。 郑山副忍不住骂道,瞧你这次给我办的好事,你妈,老子被你坑惨了。 郑总,咋了? 孙大炮一愣一愣的,完全不知道啥情况。 郑山副没时间跟对方解释,问道,你把那两个人放了没有? 没呢? 孙大炮答道,郑总,这两人是刺头,现在还跟我抬杠呢,我都忍不住想动手了。 你特么千万别动手。 郑山副吓了一跳,赶紧道,马上把人放了,听到没有。 郑总,怎么回事? 您不是让我吓唬吓唬他们吗? 孙大炮纳闷道,吓唬个屁,老子都快先被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郑山副一脸恼火,你赶紧按我说的去办,把人放了。 郑山副说完挂了电话,看向姚剑,姚书记,应该不会有事吧? 你问我,我问谁去? 姚剑看着郑山副,喃喃道,来者不善啊。 郑山副听了,脸色有些凝重,突地,郑山副眼神一亮,姚书记,咱们好像有点起人忧天了。 就算他们是纪律部门的人,但他们收了钱了,有把柄在咱们手上,咱们压根不用怕他们。 我看你这是异想天开。 姚剑看着郑山副,你觉得,靠那二十万就能威胁他们? 可他们收了钱就是违纪了吗? 身为纪律部门的人,知法犯法,他们难道不怕咱们曝光? 郑山副不解道,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故意收你的钱? 姚剑摇头道,姚书记,你的意思是,他们在故意迷惑咱们。 郑山副恍然大悟,有可能。 姚剑说道,你送出去的那二十万,估计他们一转头就上缴国库了,你想拿这个威胁他们,不可能的。 郑山副闻言,立刻就想到了更深一层,脸色凝重道,姚书记,照您这样说,他们这就是明摆着冲,咱们来的啊。 嗯。 姚剑闷闷地点头,眉宇间满是愁色,怕什么来什么。 郑山副犹豫了一下,问道,姚书记,您和这个桥梁熟吗?不熟,关系一般般。 姚剑摇头道,会不会是姚剑那边已经知道了? 孙勇猜测道,应该是。 桥梁点了点头,道,看来接下来咱们要打名牌,想不打草惊蛇不可能了。 孙勇同意地点着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干脆让办案人员直接进驻相关部门调查涉及富阳集团的几个市政工程的招头标环节。 有没有涉及违规,这样也能提高办案效率,免得咱们的办案人员查个案还得偷偷摸摸的。 可以。 乔梁点头赞同,既然已经明牌了,那就让我们的人堂而皇之去查。 洪刚啊,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电话那头,苏华欣笑呵呵道。 什么好消息? 徐鸿刚神色一阵。 江州市的副书记,大概率会是咱们江东师大的一个学弟去担任。 苏华欣道。 是吗? 徐鸿刚脸上一下露出喜色。 目前来看是没多大问题的。 你们市里的那个储横,官领导要把他调到省里担任省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 苏华欣笑道。 徐鸿刚一听,神色恍然,原来如此。 想了一会心事,徐鸿刚摇了摇头,自己不能太贪心,好处不能都让他一个人站了。 楚衡调走对他来说,终归是好事,至于对方这次能够顺势提半格,这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谁让楚衡有关新民提携呢? 楚衡走了,那康德旺可就失去了最后一点倚仗。 徐鸿刚冷笑了一下,这次他要不将自己的这位老同学狠狠收拾一通,他就不姓徐。 沉思片刻,徐鸿刚很快又想到了叶欣怡,脸上的神色变得矛盾纠结起来。 拿起桌上的座机,徐鸿刚给叶欣怡打了过去。 徐鸿刚打算最后再跟叶欣怡沟通一次。 松北县的现场不能一直空缺,如果叶欣怡还是不愿意屈服的话。 徐鸿刚不可能因为叶欣怡而让现场一直长时间空着,他也得考虑自己的人事布局。 如今当上了市长的他,不仅要在市里多拉拢一些主要领导,更要在下面多提拔一些自己的人。 孙勇走了出去,他这是准备先去结账来着。 郑山傅看到孙勇离开,脸色一喜。 等孙勇出门后,郑山傅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放到乔梁跟前,道,乔书记,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白天的事实在是万分抱歉,这也是我给乔书记的一点赔礼。 乔梁看了下眼前这张银行卡,一动不动,笑容玩味地看着郑山傅,郑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乔书记,这是我给您的赔礼。 郑山傅再次说道,见乔梁无动于衷,郑山傅想着自己之前把乔梁和孙勇当记者,送了二十万,想把两人打发走,估计乔梁这回也以为卡里没多少钱,所以表现得一点不心动。 心里如此想着,郑山傅道,乔书记,这卡里有一百万,是我孝敬您的,还望乔书记笑纳。 一百万,乔梁看着郑山傅,对方出手倒是够大方的,越是如此,越说明对方心虚。 乔梁没有去动卡,而是笑道,郑总,你这到底是给我赔礼道歉呢,还是贿赂我呢? 都一样都一样哈,这是我对乔书记您,郑山傅下意识回答着,话说到一半。 郑山傅立刻意识到了不对,赶紧改口道,乔书记,您别误会,我这不是贿赂您,这纯粹就是给乔书记您赔礼的。 郑山傅瞅见乔梁的举动,脸色一喜,乔梁这是心动了,打算将卡收下。 如此猜测着,郑山傅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果然,没有人会不喜欢钱,无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郑山傅以为自己,这一步走对了,却不知道,乔梁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审视,似乎在做什么决定。 乔梁不说话,郑山傅愈发认为自己猜对了,尤其是看到乔梁一直将手盖在卡上。 郑山傅以为乔梁是怕被同行的孙勇发现,自作聪明地站起来帮乔梁打掩护,端起酒杯走到孙勇身边,正好挡在乔梁和孙勇中间, 笑着道,孙主任,我敬你一杯。 孙勇撇了撇嘴,端起酒杯来轻敏了一口,态度有些敷衍,要不是乔梁的缘故,孙勇甚至都懒得和郑山傅虚与尾仪。 郑山傅这会也不在乎孙勇的态度,见乔梁已经将卡拿在手上,郑山傅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乔梁这时出声道,孙主任,你出去帮我买包烟。 买烟?孙勇愣了一下,奇怪地看了乔梁一眼,乔梁就算没烟了,这会让他去买烟似乎也有些古怪。 见乔梁的眼神带有某种暗示,孙勇心里疑惑,仍是站起来道,乔书记,我这就去买。 孙勇走了出去,郑山傅立刻笑道,乔书记,这一百万只是咱们初次见面的一点心意,也是我给乔书记您的赔礼,往后乔书记您有什么需要,只要招呼一声,但凡我能做到的,一定赴汤蹈火。 郑山傅说话的时候,乔梁拿着手机正在发短信,很快又将手机放了下来,看着郑山傅的眼神带着莫名的意味。 外边,孙勇刚从包厢出来一会,手机就震动起来,看到是短信,孙勇随手拿起来看了一眼,见是乔梁发来的,孙勇微微一愣,尤其是看到短信里的内容后,孙勇目光一鸣,乔梁这是要做什么? 原来,乔梁在短信里吩咐孙勇调几名办案人员过来,准备对郑山傅采取措施。难怪乔梁刚才要借故将他打发出来。 约莫过了十几分钟,门外,又推门,走进三个男子,郑山傅见识几个生面孔,皱眉道,你们干嘛的,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来的三人,正是纪律部门的人,乔梁看到自己人来了,笑着站起身,郑总,接下来需要你配合的时候到了。 乔书记,什么意思? 乔梁笑道,乔梁话音刚落,几个纪律部门的人朝郑山傅走了过来,郑山傅这回也反应过来,来人是纪律部门的,灯时急到,乔书记,您这是干什么?咱们不是。 郑山傅说着,直勾勾瞅着乔梁的手,那张卡还在乔梁手上拿着,郑山傅此刻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你乔梁可是刚收了我的钱来着。 郑总,你说的是这张卡吧? 乔梁看出了郑山傅的想法,晃了晃手中的卡。 郑山傅见乔梁主动说开了,脸色一变,盯着乔梁道,乔书记,你收了我的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郑总,这话我正要对你说呢,你公然贿赂纪律部门的干部,是不是该好好交代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 乔梁淡淡道,郑山傅听到这话差点吐血,合着乔梁刚刚不是想收他的卡,而是给他下套呢,把他带回去。 乔梁朝几名手下挥手道,你带回来的人就是你说的这个郑山傅。 郑士东问道,嗯。 乔梁点点头。 郑士东听了,点头道,那就以这个郑山傅为突破口,抓警察。 这是吴书记上任后,交给我们纪律部门办的第一个案子,咱们可得办出效率来。 郑书记,我就是这么想的。 乔梁点点头。 乔梁和郑士东交谈时,市区某一家不起眼的饭店里,楚衡和几个男子坐在二楼的包厢里吃饭。 因为有的人来得比较晚,所以几人这会也才刚开吃,楚衡已经先跟几人喝了一杯。 放下杯子后,楚衡淡淡道,今晚把大家叫过来一起聚一聚,主要是和大家说个事,我马上就要调走了。 几人听到楚衡要调走了,灯石愣住,其中一人忍不住道,楚市长,没听说您要调走的消息啊。 这时还没有正式通知,估计明后两天就会有文件下来了。 楚衡说道,听到楚衡这么说,几人面面相去,这么大的事,楚衡肯定不可能拿来开玩笑,唯一的可能就是楚衡从其他渠道先听到了消息。 一时间,几人心思各异。 楚衡将几人的反应都看在眼里,沉声道,我调走了,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回来了。 楚衡这么说,有人又连忙问道,楚市长,那您是要调到哪去? 调到省里,担任省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 楚衡说道,听到楚衡的话,众人脸色又都露出了一样。 楚衡这一步看似提了,但又好像不怎么受重用。 研究室可是个清水衙门,楚衡眼下被调走了,日后还能调回来吗? 楚衡的目光从几人脸上一一扫过,继续道,调到研究室,是官领导征询了我的意见后,我经过深思熟虑才答应的。 一来,不能辜负官领导对我的厚爱,二来,调到研究室当主任,至少级别迈上了那半格。 楚衡这么说,是故意要跟在场的几人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他背后有关心名撑腰。 而他这次调走,同样不是灰溜溜地离开,而是提拔了,将来他同样有机会再调回江州来。 楚衡不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稳住人心,因为在场的几人都是他这几年来处心积虑发展的心腹,也都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在他离开后,这些人就是他留在江州的重要眼线。 吴惠文笑了笑没说啥,他知道乔良也是为他着想,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字,推到乔良跟前,问道,你觉得他来担任常务副市长何事吗? 乔良看到纸上的人名,眼睛一亮,连连点头道,何事,再何事不过了。 原来吴惠文在纸上写的名字是张海涛。 王妖华看到徐鸿刚,笑着站起身,冲徐鸿刚点了点头。 苏华心依旧坐着,笑着指了指王妖华对徐鸿刚道,鸿刚,这位就不必给你介绍了吧。 当然不用,王市长,不对,今后应该叫王书记了。 徐鸿刚笑着同王妖华点头致意,王书记,你好。 徐市长叫我名字就行,或者喊我老王,大家都是自己人吗? 王妖华满脸笑容地说道,主动表现出了亲近的姿态。 徐鸿刚听了,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没错,大家都是自己人。 来来,大家都坐。 苏华心笑着冲众人招手,目光从蒋圣称脸上扫过,苏华心也没太在意,对方是徐鸿刚带来的,苏华心相信徐鸿刚不会随便带外人过来。 几人落座,苏华心看着在场的徐鸿刚、王妖华、鲁明等人,不由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这次江州市的人事调整,他成了最大的赢家,先是将徐鸿刚扶上位,如今江州市副书记一职的人选又是由他推荐的王妖华担任,而鲁明更是在他的运作下成功进了江州市班子。 而除了鲁明外,王妖华和徐鸿刚都是他在江东师大的学弟,不知不觉,从他到任江东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师大系, 今后随着他的位置愈发稳固,苏华心相信他们师大系的力量还会愈发壮大。 徐鸿刚坐下后,给苏华心介绍道,师兄,这位是我们江州市市中区书记蒋圣称。 蒋圣称还没坐下,听到徐鸿刚介绍自己,立刻规规矩矩站好,恭敬地看着苏华心,苏书记,您好。 嗯。 苏华心淡淡笑笑,挥手示意道,坐吧。 蒋圣称有些拘谨,徐鸿刚笑道,圣称,坐吧,苏书记可是很平易近人的。 师兄,不等您老领导的孙子过来。 徐鸿刚主动说了一句,不用,待会等他过来再叫几个菜就行了。 苏华心笑道,约莫过了二十分多钟,包厢外有人推门走了进来,苏华心的司机带着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来,苏华心一看,等时笑着起身,小天来了,快坐。 年轻男子看到包厢里除了苏华心外还有其他人,眉头一下皱得老高,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神色,扎着嘴道,苏叔,还有其他人啊。 那你们先吃着,我这座飞机坐得腰酸背痛的,我先找个地方按摩去,晚点咱们在一起吃夜宵。 年轻男子说完,直接就掉头离开,似乎嫌弃有别人在场,完全没考虑苏华心的面子。 次日,新上任的副书记王瑶华来到江州走马上任,与此同时,楚衡也在办公室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准备离开。 丁市长,在忙。 楚衡看了看丁晓云办公桌上的文件。 还好,看几份公文。 丁晓云笑道,给楚衡倒了一杯水。 楚衡点点头,接着道,你来江州这段时间,应该还适应吧。 挺好的,大家对我都很照顾。 丁晓云说着,看了看楚衡,也感谢楚市长对我的关心。 听到丁晓云这么说,楚衡心里有些不舒服。 丁晓云对他总是像现在这般始终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疏远感,仿佛刻意保持距离一般。 这让楚衡很是无语,每每对丁晓云献殷勤都让他感觉有尽无处时。 他过往泡妞的技巧在丁晓云身上也完全派不上用场。 看着眼前明媚动人的丁晓云,楚衡眼里闪过一丝不甘。 这次从江州调走,对他个人而言是利大于弊的,级别上还提了半格,对这个结果,楚衡倒没啥不满意的。 唯独让他觉得遗憾的是,一旦从江州离开,意味着他想得到丁晓云更难了。 眼前的丁晓云,是目前唯一一个让楚衡心动的女人。 沉默了片刻,楚衡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楚衡心里的念头一闪而过,随即道,丁市长,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丁晓云闻言,迟疑了一下,明显是想拒绝,楚衡健壮,立刻又笑道,丁市长,我之前每次请你吃饭你都拒绝,这次可不能拒绝了吧,我马上就要调走,今晚就当是给我送行。 听楚衡这么说,丁晓云明显不好再婉拒,想了想,也就答应下来,笑道,楚市长,照这么说,今晚应该是我请你才对。 谁请都一样,丁市长要请客的话,我也不介意。 楚衡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只要丁晓云答应,他才懒得管是谁请客。 乔良听完,心里靠了一声,他总感觉楚衡对丁晓云有点居心不良。 晚上显然不能让丁晓云单独过去,乔良立刻答应下来,道, 晓云,晚上我和你一起过去,正好我也给楚市长送行。 行,那晚上我等你。 丁晓云道。 两人约好了晚上的时间,丁晓云心情轻松地挂掉电话。 两人到了酒店后,楚衡已经在包厢里满心欢喜地等着, 听到敲门声后,楚衡神色振奋,大步走过去开门, 可是,当他看到来的是乔良和丁晓云一起时,楚衡脸色一下僵住, 原本还挂着笑意的脸,瞬间就阴了下来。 晚上徐鸿刚和鲁明一起陪唐云天吃饭来着,这饭还没吃完呢, 唐云天就扔下筷子准备走了。 徐鸿刚一问,得知对方是准备开跑车上街过过瘾, 当时吓了一跳,对方晚上可是喝了几杯酒来着, 徐鸿刚生怕对方出点啥事故, 劝对方想开车出去耍等明天白天再去, 结果还被唐云天甩了个白眼,嫌他啰嗦。 这回看着唐云天上车,徐鸿刚只能无奈道, 唐少,你要注意安全,别开太快了。 哎呀,你咋这么过躁,比我妈还啰嗦。 唐云天没好气地说道,说完就一脚轰下油门。 徐鸿刚被汽车尾气喷了一脸, 一脸无语地转头同鲁明道。 苏书记这是弄了个小祖宗过来啊。 年轻人爱玩,也算正常。 鲁明笑道, 哎,可别给我搞出麻烦来。 徐鸿刚头疼道。 徐鸿刚话音刚落, 砰,只听前面传来一声巨响。 此时,乔梁和丁小云正好不行经过这里。 徐鸿刚抬头望去, 嘴角一下抽搐起来, 怕啥来啥, 唐云天的跑车刚从酒店停车场开出去, 还没拐进道路主路呢, 立刻就跟人家执行的车子撞上了。 马路边, 乔梁和丁小云也被吓了一跳, 他们这好好的走着路, 险些就被那冲出来的跑车给撞上, 幸好他们及时往后退了一步。 跑车上, 唐云天走了下来, 看着被撞扁的跑车车头, 气得指着那执行的车子骂道, 你特么怎么开车的? 执行的车主, 是一名戴眼镜的斯文中年男子, 原本对方还打算好生商量一下怎么解决, 哪曾想唐云天一下车就骂人, 执行车主不乐意了, 脑道, 你怎么说话的? 我车子是正常执行, 你从旁边窜出来, 事故是你全责, 你怎么还先骂上人了? 开豪车了不起啊! 老子就是骂你怎么了? 唐云天瞪着对方, 话音一落, 唐云天伸手就给了对方一拳, 对方被唐云天打得猝不及防, 连眼镜都被打掉了, 转过头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唐云天, 你还敢打人? 老子就打你了。 唐云天抬手指着对方, 一脸嚣张, 对方一下怒了, 冲上来就要还手, 结果又被唐云天一拳打个踉翘。 唐云天明显是练过几下子, 这回摆出了一副拳击的架势, 还挑衅地冲对方招了招手, 你倒是过来啊, 陪小爷练一练。 乔良这回就在一旁, 看到这开跑车的年轻人, 撞了人家正常执行的车子, 还这么蛮横不讲理, 当时看不下去了, 走上前道, 你这人怎么回事, 明明是你违反交规在先, 你还动手打人。 滚, 关你屁事, 不想挨揍就滚一边去。 唐云天见有人多管闲事, 登时骂道, 特么的, 这人真嚣张。 乔良心里嘀咕了一句, 猛地闻到酒味, 下意识吸了吸鼻子, 确定酒味是从对方身上飘来的后, 乔良登时道, 你胆子不小啊, 酒驾撞了别人的车子, 还这么猖狂。 唐云天听到乔良的话, 微微愣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自己晚上喝酒了,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突地, 唐云天镇定了下来, 他差点忘了, 这里不是京城, 没啥好怕的, 他刚刚可还在跟着江州的市长 和市局局长吃饭来着, 怕个球。 如果是在京城, 唐云天也不敢太乱来, 肯定是第一时间想着稀释宁人, 但这里是江州, 唐云天就没太大顾忌了。 不远处的酒店停车场, 徐鸿刚和鲁明也已经走出来, 两人本来是要看唐云天受伤了没有, 结果看到乔梁在, 徐鸿刚一下止住脚步, 皱眉道, 咱们还是别露面了, 免得被人认出来了, 反倒把事情搞得更敏感, 看这位唐大哨的样子也没受伤, 那就没啥要紧的。 徐鸿刚这话是对鲁明是说的, 鲁明对此也是身以为然, 附和着点头道, 没错, 咱们不适合露面。 徐鸿刚显然是不想和乔梁打照面, 鲁明不知道徐鸿刚的想法, 但他这回也看到了乔梁, 想到乔梁现在调到了纪律部门, 也不想在这种场合跟乔梁碰面, 尤其是看那位唐大哨的样子, 简直是嚣张跋扈, 口无遮拦, 他要是一露面, 对方肯定嚷嚷着跟他是啥关系, 回头指不定搞出啥余情来。 嗯, 徐鸿刚点了点头, 又有些发愁道, 苏书记把这个小祖宗弄到江州来, 可真是仇杀人了, 以后还不知道会捅出多少篓子来。 只要不是大麻烦, 咱们应该都能斗得住。 鲁明笑道, 反过来想, 其实也不全是坏事, 跟这位唐大哨搞好关系, 说不定咱们以后也能跟唐家攀上关系。 鲁明对这事明显是颇为热衷, 昨晚从徐鸿刚那听说了这个唐云天的背景后, 鲁明心思就活络了起来, 他以前就是吃了没背景的亏, 所以一直原地踏步, 如今靠上了苏华心, 立刻就进了班子, 而这唐家就是苏华心背后的靠山之一, 如果他也能跟唐家攀上关系, 那今后和仇不能再进一步提拔重用。 徐鸿刚听到鲁明的话, 也只能跟着点头, 这也是唯一能打动他的了, 否则他还真不愿意伺候这么一个小祖宗。 徐鸿刚和鲁明没有选择露面, 而在事故现场, 作为肇事者的唐云天, 这会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就想溜之大吉, 转身就朝车子走去, 准备开车离开。 那名执行车主见唐云天要跑, 二话不说就跑上前拦住, 你别想跑。 滚开。 唐云天推开对方, 撞了别人车子还打了人, 这就想跑了。 桥梁往前一步挡住对方, 你特么少多管闲事。 唐云天恶狠狠地盯着桥梁, 呵呵, 我就管了, 咋的, 你还能咬我? 桥梁不屑道, 老子记住你了。 唐云天咬牙切齿地瞪眼看着桥梁。 这时候, 远处有警笛声传来, 唐云天的手机也在这时候响了起来, 看了下来电号码, 唐云天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电话是鲁明打来的, 鲁明跟唐云天交代了一番, 唐云天脸上随即露出了笑容, 点头表示知道了, 说了几句后就收起手机, 老神在在地原地站着, 也不急着走了。 桥梁看到警车过来后, 也没再多管闲事, 打算同丁小云一起离开, 有警方的人处理事故, 也犯不着他多操心。 唐云天看到桥梁要走, 突然对桥梁撂了句狠话, 下次别让老子看到你, 不然, 老子非消你一顿不可。 桥梁没想到, 这年轻人这么嚣张, 好笑道, 你还是先自求多福吧, 酒驾撞了别人的车又打人, 我看你得进去橘子里蹲几个月。 唐云天听了, 冷笑了一下,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桥梁懒得理会对方, 和丁小云一起离开。 路上, 丁小云道,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很正常, 有的人家里有俩钱, 就狂妄得不得了, 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 桥梁撇嘴道, 他见唐云天开着跑车, 显然是把对方当成富家公子哥了。 两人边走边聊, 谁也没想到, 唐云天会是这样的背景和身份。 另一头, 唐云天相征兴地去局里走了一趟, 很快就出来了。 徐鸿刚心里琢磨着, 不由转头对鲁明道, 老鲁, 你要有啥事就先去忙, 刚刚那起事故, 记得帮唐少处理好。 鲁明听徐鸿刚这么说, 猜到徐鸿刚应该是有事要跟唐云天单独谈, 很是识趣地站起来。 徐市长, 那我就先走了, 事故的是你放心, 我这边会处理好。 好, 你办事我放心。 徐鸿刚笑着点头, 目送着鲁明离开, 徐鸿刚走去, 把门关上好, 这才对唐云天道, 唐少, 我有个朋友开了家公司, 你要不要考虑入个股? 入股? 有钱赚吗? 唐云天眼神一亮, 那肯定是有钱赚的吗? 我还能让你吃亏不成。 徐鸿刚忍俊不禁, 心想着也就是个小孩子说的话。 那行啊, 只要有钱赚就行。 唐云天笑道, 这话说完, 唐云天挠了挠头, 徐市长, 可我真拿不出钱来入股啊。 没事, 我让我朋友给你肝股, 你不用拿钱, 以后坐等分红就行。 徐鸿刚笑道, 这感情好啊。 唐云天一下高兴起来, 浑然没顾及自己的年纪和辈分, 伸手就拍着徐鸿刚的肩膀, 徐市长, 还是你够哥们,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徐鸿刚被对方的举动搞得有些发萌, 瞅了瞅对方, 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老子都快能当你爸了, 你呀跟我称兄道弟。 徐鸿刚心里吐槽着, 唐云天自顾乐呵, 还是远离京城舒服啊, 在京城被我爸妈管得跟啥似的, 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都快把我憋出病来了, 早知道我就该早点来地方了, 这江州是个好地方啊, 徐市长, 你也够哥们。 徐鸿刚看了唐云天一眼, 道, 唐少, 这时你要不要跟你家里说一声? 说个屁, 老子现在是成年人了, 这点事还不能自己做主呢? 最讨厌被人管着, 唐云天一脸不耐烦, 行, 那这是我来安排, 唐少, 回头没事你也可以多去公司走走看看, 这样就不会无聊了, 徐鸿刚笑道, 好啊, 唐云天高兴地应下, 徐鸿刚见搞定了唐云天, 心情也是不错, 通过唐云天, 他就可以间接跟唐家捆在一起了, 在酒店里陪着唐云天聊了半个多小时, 徐鸿刚这才离开,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 乔梁忙完手头的事, 刚从办公室走出来, 就有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走了过来, 朝乔梁会报道, 乔书记, 杨山县的摇件主动来投案自首了, 是吗? 乔梁愣了一下, 玄机神色一阵, 二话不说, 就走向郑士东的办公室, 敲了敲门, 乔梁走了进去, 见郑士东正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不禁笑道, 郑书记, 您这也太清闲了, 那可不, 我现在已经半退休了, 当然要过得轻松点, 可不能为难了自己, 人呀, 要懂得享受, 郑士东笑哈哈地说着, 看着乔梁, 至于你, 能者多劳, 咱们纪律部门这摊子, 今后就看你的了, 郑书记, 您这么说, 那我的压力就大了, 乔梁摇头笑笑, 和郑士东说笑两句, 乔梁脸色便严肃起来, 道, 郑书记, 姚健来投案自首了, 是吗? 郑士东拿着茶杯的手一顿, 短暂地发愣后, 郑士东看着乔梁赞赏道, 小乔, 这案子办得漂亮啊, 这才没过几天, 姚健竟然就来主动投案了, 吴惠文挂掉电话后, 看了看郑士东和乔梁, 刚刚省纪律部门的同志跟我通报, 咱们事件的王庆成严重违纪, 目前省纪律部门已经决定对他采取措施, 郑士东听到吴惠文的话, 眼里闪过一丝凝重, 随着洛飞出世, 江州市的体质, 依旧会余震不断啊。 至于乔梁, 听到这个消息, 眼里闪过一丝恍然, 王庆成的事这么快就有眉目了, 看来赵小兰进去后吐了不少, 省纪律部门这么快就要对王庆成采取行动了。 三人在谈话时, 另一头, 王庆成这回正好在徐鸿刚的办公室。 王庆成是在和徐鸿刚汇报康德旺的事来着, 康德旺身上已经炸不出啥, 至少从康德旺现在的表现来看, 对方还真是个硬骨头。 因此, 王庆成提议案子进入诉讼程序, 徐鸿刚听了, 略微有些失望道, 康德旺就没有交代任何一丁点跟楚市长有关的事。 没有。 王庆成摇了摇头, 一边古怪地看了徐鸿刚一眼, 人家楚衡都掉走了, 你这还逮着人不放。 徐鸿刚听了扎扎嘴, 似乎有些小失望, 不过也没说啥, 楚衡已经要掉走了, 能不能抓住楚衡的把柄, 对徐鸿刚来说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倒是这个老同学康德旺, 必须好好收拾一下, 不然不能解他心头之恨。 徐鸿刚心里想着, 转而道, 王俭, 像康德旺这样的奸商, 必须严厉打击, 你们事件在提起诉讼的时候, 必须从严从重。 徐市长放心, 我们会的。 王庆成点了点头, 王庆成话音刚落,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开门进来的是徐鸿刚的秘书薛源。 见是薛源, 徐鸿刚问道, 小薛, 什么事? 徐市长, 省纪律部门的几位同志过来了, 正在门外等着。 薛源会报道, 一脸凝重。 省纪律部门, 徐鸿刚正主, 心里没来由一颤, 急忙问道, 有说什么事吗? 没说。 薛源摇了摇头, 那, 那请他们进, 进来。 徐鸿刚下意识地说着, 连他自己都没发觉自己说话有点结巴。 很快, 几位省纪律部门的人走了进来, 为首一人表情严肃, 先是跟徐鸿刚点头致意了一下, 然后朝王庆成出示了一份文件, 沉声道, 王庆成,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啥? 王庆成瞪大了眼睛, 竟然是来找他的。 刹那间, 王庆成脸色一下, 变得煞白, 求助地看向徐鸿刚, 嘴唇哆嗦着, 徐市长。 徐鸿刚也是吓了一跳, 按道自己虚惊异常的同时, 又有些不可思议, 竟然是来找王庆成的。 靠, 王庆成这么快就玩犊子了。 亏他之前, 还主动拉拢对方来着。 徐鸿刚正愣神间, 王庆成再次出声道, 徐市长。 听到王庆成喊自己, 徐鸿刚回过神来, 同王庆成对视了一眼,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庆成同志, 既然纪律部门的同志找你, 那你就跟他们走一趟, 有问题就说清楚, 没问题, 那是最好不过。 王庆成听徐鸿刚这么说, 一下急了, 徐市长, 您可得帮帮我呀, 我为您做了。 庆成同志, 你好好配合纪律部门办案, 我相信没事的。 徐鸿刚急忙打断王庆成的话, 心里暗骂了一声操蛋, 这个王庆成, 可别口不择言啊, 这要是把不该说的说出来, 你妈, 那不是给他找事吗? 徐鸿刚一边说话, 一边给王庆成使着眼色, 王庆成呆愣了一下, 面无血色的他, 此刻也意识到自己刚才有点慌了神, 险些说了不该说的话。 王庆成, 走吧。 纪律部门的人催促道, 王庆成肯定是完蛋了, 但是捡一把手的位置却是很重要, 必须想办法安排自己人。 徐鸿刚暗自寻思着, 心里压根没有去捞王庆成的想法, 两人没那个交情, 他也不想冒那个险。 沉思片刻, 徐鸿刚起身前往吴惠文办公室, 我可以晚回去几天, 又没说不回去。 李倩目光灼灼地盯着乔梁, 你就说到底欢不欢迎, 我去你家过年吧。 你要这么问, 那我肯定欢迎吗? 乔梁说道, 这还差不多。 李倩转怒为喜, 那我到时候看一下情况, 说不定先去你家过年。 欢迎之至。 乔梁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这会可不敢表现出 半点不乐意的样子, 免得又把李倩惹毛了。 难得逮到你跟我逛街, 当然得多逛一会儿了。 李倩得意地笑道, 今天是你自己说 要听我使唤的, 不许抱怨。 我就是随口一说, 可不是在抱怨。 乔梁道。 乔梁话音刚落, 就听到不远处 传来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转过头一看, 只见两辆摩托车 在街道上追逐着, 一看就是经过 改装的大功率的机车, 两辆车 在马路上窜来窜去, 又不时从车流中穿行, 有时还紧擦着行人而过, 引起一片片惊叫声。 靠, 这是哪两个神经病不要命了, 在闹市区开这种车 追逐玩闹。 乔梁骂道。 乔梁这话刚说完, 砰的一声传来, 其中一辆摩托车撞上了前面路口, 一辆从左侧拐弯处 抢红灯开过来的白色小轿车, 轮胎跟水泥地面剧烈摩擦, 发出的刹车声, 刺得人耳膜震荡, 那辆摩托车, 尽管已经紧急刹车, 仍是将白色小轿车 撞得凹进去一大块, 摩托车上的驾驶者, 更是因为惯性, 整个人从车上被抛飞, 滚落到了几米开外的地方。 对方身上穿着 严严实实的专用防护服, 厚厚的头盔将头部紧紧包裹住, 尽管如此, 那摩托车主仍是 在地上躺了有那么十几秒钟, 才摇摇晃晃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乔梁扎扎嘴, 他才刚吐槽呢, 这人就出事故了。 特么的, 在商业街区开这种摩托机车飙车, 简直是不要命了。 另一辆没有出事的摩托机车 这时候也停了下来, 只见那车主拿下厚厚的头盔, 冲着另一名撞车的摩托机车的车主 竖起了中指, 不仅没关心对方的安危, 反而大笑道, 愿赌服输, 记得你输我十万块, 回头打钱给我。 乔梁一看到对方的模样, 立马又靠了一声, 怎么是那混蛋? 对方分明是前两天, 他在江州大酒店外看到的那名酒驾开马沙拉地撞车的车主, 只见对方说完话后, 戴上头盔, 看样子是要离开。 乔梁顾不得多想, 二话不说, 就冲上前去。 喂, 乔梁, 你干嘛呢? 李倩见乔梁往前跑, 立刻喊道, 乔梁已经跑上前, 拦在了那摩托机车面前, 指着对方呵斥道, 你给我下车。 靠, 又是你。 摩托机车的车主, 冲着乔梁骂道, 你特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信不信老子削你? 摩托机车的车主, 正是唐云天, 唐云天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又遇上乔梁, 瞬间叫骂起来。 矛头大的臭小子, 开口闭口老子, 你家常被怎么教育你的? 乔梁冷哼一声, 又道, 在闹市区飙车, 你这是危险驾驶, 怎么, 出事了就想跑? 你哪只眼睛看到老子想跑了? 老子是堂而皇之地离开。 唐云天冷笑, 你压得真是欠走。 乔梁, 怎么回事? 吕倩这时候追了上来。 吕倩, 让你们局里的人过来。 乔梁皱了皱眉头, 他这回再傻, 也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这小年轻前两天, 分明才酒驾撞了车, 按规定怎么着也得被拘留才对, 可是对方不仅一点事没有, 现在竟然还能开摩托机车, 跟人在闹市区追逐。 怎么了? 吕倩奇怪道, 这人前两晚才酒驾来着, 乔梁跟吕倩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 吕倩一听, 眉头皱了起来, 看了唐云天一眼, 点头道, 行, 我打个电话让人来处理。 怎么, 要报警啊? 唐云天听到乔梁和吕倩的话, 咧嘴笑了起来, 有恃无恐道, 行啊, 你们倒是赶紧报啊, 我就在这等着呢, 看能把我怎么着。 真嚣张, 有本事你别跑。 乔梁恼火道, 老子跑个屁。 唐云天一脸桀骜, 盯着乔梁, 你特么真爱管闲事, 有本事把你名字报上来。 呵呵, 你这是还想报复我不成。 乔梁冷笑, 唐云天扬了扬眉毛, 老子现在就笑你。 唐云天说着下了车, 一个跨步往前, 冲着乔梁, 就是一记勾拳。 乔梁没想到, 对方说动手就动手, 闪身躲过对方一拳, 紧接着, 对方第二拳已经打到面门。 乔梁这时候, 才意识到, 这小年轻有两下子, 赶紧又往后撤了一步。 可惜他手上还拎着 吕倩逛街买衣服的大袋小袋, 这会愣是不好还击, 眼看着对方的拳头 又到了跟前。 这时, 只见小年轻突然一个亮呛, 摔了个狗吃屎。 乔梁侧头一看, 合着是吕倩出手了, 他一个扫堂腿, 直接将对方撂倒在地, 见乔梁看过来, 吕倩得意地冲乔梁笑笑, 仿佛在跟乔梁说, 乔翘, 还得老娘来救你。 唐云天这时候, 要从地上爬起来, 吕倩健壮, 直接就一个膝盖顶上去, 将对方顶在了地上, 随即将唐云天双手反扣在身后。 唐云天被吕倩控制住, 无法动弹, 气得嗷嗷大叫, 把老子放开, 老子不跟女人动手, 你赶紧让老子起来。 李倩听得一乐, 拍了拍对方的脑袋, 瞧不起女人啊, 把你放起来, 你也不是老娘的对手。 那你就把老子放起来。 唐云天恼火道, 屁大的孩子, 胡子都没长齐呢, 口气倒是大得很, 开口闭口老子, 我带你爸妈管教管教你。 李倩笑眯眯地说着, 伸手又是拍了对方两下后脑勺。 唐云天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却一点都动弹不得, 他练过拳击, 伸手是有两下子的, 但这会被李倩扣住双手, 唐云天发现对方的力量很大, 那双手宛若虎钱一般, 紧紧扣住他的双手, 他竟是半点都挣不开。 你就别做无谓地挣扎了, 连我都打不过他, 更别说你了。 乔梁笑呵呵道, 有本事放老子起来。 唐云天气急。 吕倩没理会对方, 直至局里的下属过来, 吕倩才松开对方, 交代下属道, 这两人涉及危险驾驶, 把他们带回去, 严肃处理。 下属点了点头, 将唐云天以及另外一个 撞车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的 摩托机车的车主抓住, 准备带回局里。 唐云天被吕倩放开, 立刻叫嚣道, 你们怎么把我抓走的, 就得怎么把我放了。 好大的口气, 老娘就盯着你了, 看谁敢把你放了。 吕倩说着对下属道, 必须给我按规定从严处理, 谁打招呼, 也不许放人。 唐云天一脸不屑, 似乎没把吕倩的话放在眼里, 接着转头看向乔梁, 你特么叫什么, 有本事报上名字。 老子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叫乔梁。 乔梁看着眼前这个上显青涩的小年轻, 好笑道, 怎么, 你这是准备以后报复我? 你特么多管闲事, 老子回头不消你就跟你姓。 唐云天叫骂道, 乔梁呵呵一笑, 没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 看着对方被市局的人带走, 对吕倩道, 这是你, 回头得亲自跟进一下, 这个小年轻看着应该有点能耐, 前两晚看他酒驾撞车了, 现在却一点事都没有, 还赶出来在闹市区开机车飙车, 这简直是有恃无恐。 放心, 这是我亲自盯着, 看谁敢打招呼, 把他放了。 吕倩点头道, 前晚酒驾的事, 你也了解一下, 看咋回事。 乔梁说道, 嗯, 我明天上班了问问。 吕倩点点头, 两人说完, 吕倩又挽着乔梁的手臂, 心情丝毫没受影响, 笑道, 走吧, 咱们继续逛街。 还逛? 乔梁一脸无奈, 示意着自己两只手上的大袋小袋, 买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够。 你懂啥, 买东西是其次, 关键是看跟谁逛街。 吕倩瞪着乔梁, 一副乔梁不解风情的样子。 乔梁苦笑了一下, 只能继续陪着吕倩逛。 两人继续沿着商业街逛着, 另一头, 唐云天坐在车上就嚷嚷着跟市局局长认识。 要给鲁明打电话, 吕倩喊来的几个下属将信将疑, 也不敢不让对方打电话。 这要是真的跟他们顶头大老板认识, 指不定他们就闯祸了。 唐云天给鲁明打电话时, 鲁明正和徐鸿刚在会所里喝茶, 两人聊着王庆成的事, 正讨论谁适合来接替这一位置, 看到来电显示, 鲁明扎了下嘴, 把手机拿给徐鸿刚看了一眼, 笑道, 又是那位小祖宗打来的电话, 不知道是啥事。 先接了再说。 徐鸿刚说道, 鲁明一边点头一边接起唐云天的电话, 问道, 唐少, 什么事? 鲁局长, 我被你们的人抓了, 你快来把我放了。 唐云天大咧咧地说着, 说话没有一点求人的样子, 反倒是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 从他的举止来看, 可见他平时完全被宠坏了, 情伤也不高。 鲁明听到对方又被抓了, 一脸无语, 唐少, 又怎么了? 我在街上开车玩呢, 你们的人也管得太宽了。 唐云天都浓道, 鲁明一脸无语, 他相信事情肯定不会像对方说得那么简单, 问对方也没啥用, 只能道, 你把手机给你身边的人。 唐云天把手机递给身边那个市局的人, 还一脸得意道, 你们鲁局长的电话。 对方接过去, 很快就听到了鲁明的声音传过来, 我是鲁明, 你是哪个部门的? 市局的这名办案人员一听, 真的是鲁明的声音, 神色一下恭敬起来, 鲁书记, 我是鲁明现在已经是政法的书记, 虽然还兼着市局的局长, 但下面的人都已经改口喊他鲁书记。 鲁明懒得听对方的回答, 静止打断道, 你们马上把人放了, 听到了没有? 鲁明这是用了命令的口吻, 对方听了为难道, 鲁书记, 可这是鲁局。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吗? 鲁明脸色沉下来。 好, 我们这就放人。 对方不敢再多说啥。 行了, 那就这样, 你们快点放人。 鲁明说完挂了电话, 对方把手机还给唐云天, 冲身旁的同伴道, 鲁书记放话了, 让我们放人。 我说了吧, 你们怎么把我抓走的, 还得怎么把我放回来? 唐云天得意道, 几个市局的人没理会唐云天, 将唐云天放了后, 便返回局里。 这期分享到这了, 下期再继续吧。